哈喽 大家好 我是翁姬 现在是在乌鲁木齐 晚上的10点钟 我还没有吃饭呢 等下准备去阿道桥 吃饭之前给大家一个提醒 来新疆旅行的话 无论去到哪里都是要带身份证的 还有口罩 等下就去那边试一下 100块钱可不可以吃到饱 走吧 现在是山下班的高峰期 所以开车就算了 先带个一两块钱 这趟超车 来说一块 回来说一块 非常方便 哎呀 整个猛热 看到这些车子是这样的就都看了一眼 真的太大 接着 这边 来一下 来一下 从那边开始一直延伸到这一片 全部都是国际大巴扎的区域 而且现在已经开通了高铁 所以来这边还是很方便的 要从哪里开始关好呢 我感觉我一个人人上好看的呀 还是先早点吃的吧 阿宗和摩尔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把我拿两个烤包子 两个五块的 五块钱烤包子没有了 这些也可以两个 这是羊排 羊排的 你给我来一个吧 来来来 唱一唱哈 老板 多少钱一份 一份三线 一条 118 98 小份的呢 30 30 六 六 来 8 5 9 5 12 12 14 15 15 15 16 我给这鱼多少钱一条 多少钱一条 五十八 那比我来一条三十八的 红柳烤肉怎么买 十块一个 给我拿两个 再加两个红柳 我去搜索一下有啥好吃的 你看到店里面一起吃 哇这些烤肉好漂亮 把鸭吃多少钱一份 二公斤一百五十八 一个一百五十八 一公斤 一公斤 我说是拿来 你把这个烤鱼 一公斤 桃鱼 烤鱼 那大的应该是桃鱼蛋 我一直在找胡辣羊蹄 好像这边没有啊 在喀什那边的话满街都是 来看一下 给我来杯咸奶 咸奶茶 来收拾款我扫你 这些都行 好 好 这边是一双我吗 一双 然后 然后第一次咋办 树一个 然后拿一个谢谢 可以 谢谢 来收拾 你的一个 在这吃呢 来看看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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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有灵魂的应该是 这个 红柳烤串 只要来新疆如果没有吃过红柳烤串的话就白来了 嗯 肥瘦相间的一点那种羊的特有的山味都没有 其实我少有的吃到个烤到枝锅味美的鱼 上次这么好吃烤鱼还是在鱼很慢 哇 轻轻一吃全部下来了 那皮是酥 比较酥脆的 但它肉的话 烤得非常的细嫩 我看到一下是巴沙鱼的 超好吃 嗯 新疆当地人呢是很会用香料的 包括这些奶茶里面的 它这种是咸奶茶 奶茶里面的也加了很多的坚果的碎料 吃起来就是那种原始的香甜的味 但它又跟普通奶茶不一样的呢 它是咸的 而且是奶味比较重 这鱼的上面也一样 也是涂抹了很多的香料在上面 烤出来就很嫩很细滑 需要还是很香的 啊 好了 人生啊就是不断的打脸自己曾经说过的话的一个过程 我以前说 哎呀 轿车空间这么小 坐着那么不舒服 以后肯定会 SUV 会越来越多 结果这次出来 因为那个风 在新疆这边风沙特别大 我就想到啊 搞以后搞个小轿车算了 因为它风子比较小 开得非常稳道 结果 有这种想法之后 我发现 其实有我这种想法的人也不止一个 当地人 你看当地的这些车 十辆 可能才有一辆是SUV 大部分都是 两箱或者三箱的轿车 SUV超级少的 现在我跟历前都是大车开着开着就开怕了 以后有机会还是放这种小车吧 历前像中的那个五菱红光的mini 挺好的 就是家里面带带步跑跑 这个才叫人间烟火 大巴扎那边很少有种地人吃 基本都是游客 好香啊 好有特色 吃饱了 喝完晃晃悠悠悠走回去 现在已经是深夜的十二点了 还在外面走 但是大家请放心 不用担心我的安全啊 因为这里的话 跟内地城市是一样的 随便在街上走 你走到凌晨三四点钟 你走个通宵都不会有人 都不会有人理你的 甚至这边的话比 内地城市还要安全很多 三五百里米呢 就有一个警察厅公安厅 走在路上的时候 多留意一下路边 路边一般都有一个报警牌 上面写了一个具体的标号 你看着那路牌 你打电话过去 警察五分钟不到 他就会来到你的身边 但是你打电话过去 一定真的有什么问题啊 你没问题 你打电话过去 人家警察马上把你带走 关个几天再说 其实人呢都是差不多的 正人八经的 谁谁没事会找你的麻烦呢 特别是在大街上 大家都不认识的情况下 不可能你在大街上 或者说在店里面 我吃着火锅唱着歌 突然之间会有一个人过来 捅你一刀或者揍你一顿 就是有可能吗 哎还真的有可能 我前段时间刚遇到这个事情 但是几率非常小 而且呢在这么保卫 这么森严的一个情况下啊 警察又多 然后治安又好的 这个情况下 这种方向这种情况的 概率 基本上是零 所以非常安全 好了 先这样吧 我等一下呢也慢慢收拾一下 也要睡觉了 虽然说我这个点肯定是睡不着 嗯 我从敦煌那边过来 现在是到乌鲁木齐嘛 基本上是跨了一个时区 对于说我在那边的话 八点钟是八点钟 我来到这里的话 大概只能当做七点用 这里天黑的时间是十点钟 在敦煌那边的话是九点钟 差距还是有一个小时的 需要打一个时差吧 过几天就习惯了 对了 还有也要总结一下今天晚上的消费啊 总共是用了96还是97块钱 不管了 四四五路也算是一百块钱吧 一个人一百块钱 可以吃得非常好 如果在一些比较小的县城里面呢 你像这个肯定算是旅游景区啦 我就是太久没吃了就自己馋 无论如何都要试一下 在比较小的县城里 像八英锅乐伊犁那些小县城里面 就不用这么贵 大概五十块钱或者三十块钱就足够了 羊蹄子的话正常价格也就十块钱 什么烤鱼啊那些十五块钱 街上都有很多可以买得到 烤包子五块这边卖十五 当然品质可能是不一样的 虽然说都是非常好吃 但是城市里面游客区就是要贵一点 我感觉我来这边有点多虑了 之前来这边想着呢 要把电瓶全部充满 然后我的空调来这边才能多顶几天 来了之后发现我的电 基本上每天都是用不完的 每天都在跑还跑得很多 所以它充电也是充得非常足 随便用吧 反正在这边充电桩也多 还是很爽的 好了 喜欢我们视频 请关注我们哦 拜拜